今天好像迟到了很久 没有啊这就是就是b站那个头像上的那个帽子 那个小黄帽小草帽 今天是穿的跟b站那个头像差不多 晚上好 我想补补妆救命我说每次都感觉 什么叫马上要抢618了 是啥 谢谢evo大好车送的一个巧克力 是淘宝上那个吗 今天不是61的活动吗 不知道哎 反正我手里就疯狂收到营销短信 晚上好 我还以为是谢谢落日隐藏群的啾啾 我还以为是我还以为是618是618号 哦好吧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618是另外一个活动 谢谢赵月露婷小四那宝老公娶我送的一个因缘棒 嗯他们今天他们今天 他们今天要先去接一个朋友 带帽子做事因为想带就带了 哎呀呀呀呀呀 想找个口红 我先把口红找到了 他们回来可能还要 还要过一会儿 对今天因为是儿童节所以穿的这一身 哎呀找不到我那个口红了 乌鱼 怎么可以这样 啊熊倒了 啊不对 我没有化妆 啊 突然忘记了 不行太窒息了 我一定要找到啊找到了 不行今天不想联满 啊 为什么今天不想联满呢是因为今天出去玩过一天了然后妆有点花了所以我开了个磨皮和美白然后我联满了就木油了今天的妆不太行今天出去玩了一整天了然后我没有化底妆我就是用那个遮瑕 然后这家散粉定了个妆 所以他就不是很能脱妆 呃就很容易脱妆 跟六六七七 嗯 然后今天还吃了好多东西哎呀天哪每次稍微瘦了一点就又要开始东西我觉得我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今天不会是一个美妆直播吧我现在一直在补过 谢谢两过两句咯送的送的一门棒 我们今天后来又去了甜子坊 已经是第二次去了但是最近一直在去甜子坊 嗯 哎呀就这样吧 哼哼那只熊 哼哼那只熊是我室友的巨大无比 他没吃他说他再也不会吃了 他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吃你冰粉了 然后今天还特意因为他上次不是觉得那个冰粉有可能卖贵了 然后然后他还特意去那个就是找七七问了一下就是今天直接就换一个时间换一个人问了一下 就问一下那个冰粉多少钱然后结果还是那个价好吧那可能他本来就是那么的坑 谢谢 明天还有个投稿 不过那个投稿我现在还没有剪完 我希望等我回去我能很快的把它搞完 我电脑没放在我宿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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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个投稿好像也有这个帽子就是呃是一个是个动画片的投稿 而且那个投稿好像也有这个帽子就是呃是一个是个动画片的投稿 对他们现在还在接他们一个朋友 等会我不一定去找他们了但是我要拿下我的东西 他们在哪儿不告诉你们这个怎么能告诉你们呢 对在上海在地球上在中国 这个是B站的那个那个头像上面那个帽子 是吗我也不太记得了应该是吧 就是有一点点大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对卷的边就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我我的头像上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这样好翘啊 这大概是这样的 啊差不多 远看有点像一个小草帽 哇买的衣服包风扇都到了你在想怎么给我你要什么时候来剧场看我不 你是不是看两个队的公园就会有点忙不过来 但其实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小草帽 就是那种我好我好多个这种就是每次感觉这种帽子很适合海边就有那种海边的感觉 我知道他们日本小学生好多都会戴这种帽子 是为了过马路的时候提醒司机注意 因为可能他们身高不够高就容易不太安全 那本帽子没编吗 他我感觉他们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不记得了 还是是那个棒球帽来着 反正也是黄的 哈喽晚上好呀 日本小学生还要背那个就是小方块的书包 今天我稍微开一会儿然后等会我要剪个投稿 现在只有两分钟就到明天了 谢谢六六的小花人也祝你明天节日快乐 虽然哦现在只有一分钟就到明天了 六七进决赛没有这个现在还不知道 明天不跟他们玩了 那个那个现在还不知道那个投票结果还没出来呢 今天都去哪儿了 今天上海一日游进去了好多个地方 今天还去了 我想想 今天还去了外滩 还去了南京路 是B站那个投稿吗 野心的黑猫 今天我们下午才出去了 所以就还好 而且我们今天真的逛了好多地方 后面还去了田子坊 那今天还吃了好多东西 就是 然后 我想想 还去了一家水果店 然后还买了点水果 打算明天就靠水果过火了 谢谢王傅来的纸飞机 对我们去了外滩和南京路好多次 哇12点了 祝各位六一儿童节快乐 天哪 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好想回到之前的儿童节 好想回到之前的儿童节 虽然现在已经不配过儿童节了 我想我想发一个很久之前的照片来着 就我之前在MC上讲过有一年 有一年我们那个老师让家长过来 看我们六一儿童节的那个表演 然后还给我们拍了视频 就是还有好多照片杀来着 然后那些照片我就感觉之前无聊的时候 就会六一就拿出来翻出来看 然后就有的时候就会发 就会觉得就是天哪过得好快 我们今天还去了那个什么 MM豆的那个商场 然后那商场里面 今天六六还买了一袋糖 虽然只有十几块钱 想看小哪吒 是那个我小时候跳的那个吗 那个太小了 我六一儿童节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照片 那个照片的话 当时拍的时候 已经小学高年级了吧 五年级差不多 小哪吒那个太小了 那个是幼儿园的时候 那个视频真的太厉害了 我都不太敢拿出来看 我甚至我虽然我之前还在B站投稿过一次 但是我真的不想再 不想再拿出来 太搞笑了 我们今天播到12点一刻吧 完全看不出是小女孩真的假的 你说我之前小时候拍的那个视频吗 那么可爱的两个小啾啾 为什么会看不出是小女孩 有超级可爱的两个小啾啾 有超级可爱的两个小啾啾 然后都像那个衣服特别的奇怪 我小时候的衣服就是感觉没有那种特别好看的 儿童节快乐呀 然后我小时候的衣服我感觉很多都是 我外婆或者什么 或者我妈帮我搭的 我妈帮我搭的就还好 我外婆帮我搭的就真的绝了 明天应该不出去玩了 明天可能就在宿舍吃吃水果 因为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喝水 我今天出门 就我平时都不太喜欢喝水的那种 然后今天出门感觉可能吃了太多干的东西了 然后今天就一直很想喝水 然后我就非常的 我在幻想明天要是我能靠着 就明天全天只喝奶 只喝那种什么果茶 然后吃冰淇淋那也太爽了 然后再开个烘调 然后明天我可以剪个视频 然后顺便把你们的头像给画 可以定制巧克力豆 什么定制颜色吗还是什么 我感觉我感觉那边就是有个墙上 有那种彩虹见面色的那个巧克力豆 还挺好看的 其实那个那家店我去过好多次了 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然后还买了一个那种就是 那个摇的那个 就怎么说呢 就是上面是一个球 然后你可以把豆 那个巧克力豆倒进去 然后它会顺着那个下面滚下来 就是那种螺旋状的可以滚下来的装置 像那种糖豆鸡一样 定制颜色和罐头好像 谢谢五月份的名字叫这个 健将 你叫啥 健将经验吧 的 应援棒 谢谢豆菜玩的棒棒糖 儿童节快乐呀 也祝你们儿童节快乐呀 然后明天有个头发进来来看 希望我能来得及剪出来吧 我应该不至于来不及剪出来吧 乐高 乐高我之前就买过哈里波测的那个 那个可贵了 但是作为 作为一个喜欢HP的人 永远 永远永远喜欢HP的人 我还是买了 买了那个霍格沃斯城堡 最大的那个 不过我到现在都没有拼完 之前跟我同学拼了好久 就是 当时买的时候 我同学也有跟我一起来我们家玩 然后结果 我们四个人 拼了两天 其实说起来是拼了两年 但其实一共也就来我们家玩过两天 拼了两天 然后都没有拼完 四千块钱左右吧 一大盒 那个特别特别多 所以比较贵 Pofmart的那套HP 那套 那套 那套我没有特别get到它的点 我一直觉得那套做的不是很好看 不是拼图 是乐高 是那种一个城堡 然后做的还挺精致的 留一块乐压 谢谢豆花 六一快乐 嗯哼 你们明天要出去玩吗 哦不明天是工作日 天 但你们晚上可以出去玩 哦 明天摩尔庄园开服了 但我手机没内存了 我上次下了一下 然后又删掉了 因为没内存了 太难受了 我还是得换一下我那个新手机 哦 明天晚上切票 明天收尔队 10号 10号和13号 哦没有听过耶 但是我可以去听听看 我 不是是可以欠我票进了 但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刚问他们要过 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再要了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不好意思的性格 就是干什么都不好意思 就是觉得刚要过 然后再问他们要就不太好 就我不太想再要了 就想让他自己切 关键他是合粉 嗯 不要刀 对 对 因为另外两个同学不是合粉 所以我就想帮他们一下 天呐好难控制这个胸 但他他是高中的时候看得合 他就之前因为学业的问题 所以没有怎么切过票 他确实看过我直播 我那次在KTV直播的时候 他也在看我直播还混在了弹幕里面 天呐这个 救命 算了放弃吧 就这样 对我跟他讲了 我发微信跟他讲了 我发微信跟他讲了 我还是看到别人给我发的消息 推送我才看到他的推 昨天在剧场 但是我没有看见 但是6677看见了一个背影 天呐我好想见一见这人 为什么会没人出来 我听这游戏说真人特别瘦 就是说比那些很瘦的前辈还要瘦 想想也是吧 毕竟感觉镜头都会显胖很多 哦 因为 对他不矮 六七一说见到他就觉得不是很矮 真的我觉得你们见到我也会觉得我没有视频里看起来那么矮的真的 我觉得我经常能看到别人就是说 是吧 就是 反而经常能看到别人说我矮 但是真的你们见我真人就不会觉得我有视频里那么矮 没有矮的那么夸张 虽然矮也是矮但没有那么夸张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被这首歌疯狂洗脑是那种睡觉的时候脑子里还在循环播放的那种 我感觉我经常是听一首歌就考前两三天听的歌在考试的时候脑子里根本就就是一直 就是想不进去提就一直在循环播放的首歌就很难受 就一直在循环播放的首歌就很难受 哇哇沃沫 这卫尔茶听到了ora 听到了 小苏 你是最近很喜欢大张伟的歌吗 我可以去听听看你说的那个 还有五分钟 今天为什么感觉发量这么多 为什么我平时发量很少吗 他们以为你睡了 可以那我那我觉得我肯定能记住你了 我之前我之前绝对 如果你跟我说你那天是坐在 就是坐牌区跟我比心的话 那我那天绝对看见你了 而且我绝对跟你回了一个 但是你绝对没有看见我 这是很难受的一点 你绝对没有看见我 可能是我速度太快了 对很真实非常真实 作为他的室友我觉得这真的太真实了 下播等于关了口袋 做别的事不会睡觉的 嗨 又不知道说啥了 好尬一女的 天呐 下没弹幕 因为我比较糊 总写期间不能说 好像还没到 我已经说了好多次了 救命 还有两分钟 你们有什么想瞄的吗 今天我就稍微播一会会 说完我玩个子狂欢 这也是我之前经常干的事 点歌 你啥时候让我点歌了 是昨天吗 可是昨天我没有说 昨天有音乐 救命啊 群发是什么意思 想要问我吗 对 感谢他的那个吗 对感谢全部粉丝 然后群发一个就是 我懂了 你们想听什么 你们想听什么快乐一点的歌 宝宝发是我不会了 不行不能再说好运来的 救命你们这都是什么提议 行吧那我放一下你那首歌 好运来还有四八的版本呢 这么厉害 我只知道那个什么来着 什么 你你你你你要跳舞吗 那首歌有四八的版本 才十二点 不可能现在睡的 不过今天我等会儿要剪个视频 可能今天睡的会比较晚 对 你今天要投你今天要投稿吗 我还有一个词 我想把视频感应发了就到了 哇你还没发啊 对 我惊了 你都拍了几个月了吗 是这样的 拖眼镜太远了 倒也不至于熬夜剪视频 可能打算明天早上起来再剪一会 是这首歌吗 这个前奏有点不对劲 我进了 进了 为什么这么的欢快 确实我觉得在投稿这方面 但其实我也还剩十几个投稿 就是在投稿这方面 我可能稍微行快一点 但是我现在也还有十几个屯稿没发 就我感觉我是因为我很喜欢拍视频 但是我拍了我又不喜欢剪视频 然后我就一直拍了又不发 为什么 我觉得我都变高产 你之前都没有那么高产是吗 我之前都 对 就你们看杨雨昕之前有一段时间 投稿还挺频繁的 那段时间就是我一直 我一直我自己在出去录 我当时还没出道呢 然后我还没出道的时候 我不是一直在录吗 然后他就看着我录 然后他就也去录 晚上好 那十几个囤货 其实里面有好多 我都是觉得不太能发的 因为因为 因为各种原因 就比如说我之前录了一个 谢谢规划师的啾啾 就比如说我之前录了一个 Love Seekers 但是当时那个舞还是有热度的 然后现在他已经没什么热度了 然后就也不太能发 再加上那段时间我特别的胖 然后我又觉得那一天的穿搭很奇怪 然后所以我就不太想发 然后还有我之前录了一个Yes or Yes Yes or Yes呢 然后我当时跳了有两个版本 就一个版本是穿JK制服 还有一个版本是穿校服 我觉得穿校服那个跳的还行 然后JK制服那套的发型又不太行 反正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都就没发出来 然后还录了一个神髓 神的随波主流 然后那个舞也是 就是感觉没跳好 然后那个盆也不太行 就总感觉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让我不能把它剪出来 我是有一点强迫症一样的 就是完美主义者 就我一定要把它弄得特别好 不然我就觉得就我宁可不发 我打算到时候就搞一个投稿专门 就是投废片 就分很多分批 然后一下子把我的废片都扔上去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一下 我花了钱受了罪 跳了两个小时 还没有投稿的这种难受 这个我 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 惊了 我觉得最近好多人都在跳rolley呢 rolley我也想搞 但是我觉得我身材不行 我也不行啊 身材不行 身材是硬生 这种我还是需要比较高一点的人跳才好看 要一起一点 穿个高跟鞋拉个腿 拉腿拉到两倍长我就可以了 对 众所周知 热知识 B站投稿是可以 是可以拉腿的 对 所以在以前的投稿里出现过很多次 这件衣服也是 但一般不是这个发型 给你们还原一下之前投稿的发型 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编的那个头发 啊 众所周知 我感觉我是不是说出了什么不太该 不该说的话 但不过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就是热知识 B站投稿都是可以拉腿的 取决于你拉多少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帽子是没洗 它挺干净的呀 上面没有什么脏东西 怪不得也说 其实我的每个帽子都在B站投稿里出现了很多遍 之前那个粉色的帽子也是在B站投稿里出现了很多遍 那个帽子真的从19年出现到现在 对吧 就我可以忙编基本上 因为这个发型编了太多次了 虽然我来了这里之后很多人说编头发不好看 但是我还是很多就是我自己还是挺喜欢这个发型 就是虽然你们觉得不好看 但是我自己平时还是很经常用这个发型 我感觉我可以闭着眼睛 我就不看镜子直接编出来 但是吧 但是吧 B站拉腿 我觉得他们那些 就是那些看起来特别高的那些up数都是 还是有 有底子的 就是 这脸毛其实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还会这个发型上工艺啊 我也不知道 看 反正下一次我想搞一个 他就是好看一点 然后成熟一点的发型 因为一直 一直就是 我觉得可爱的发型就很难好看 就是要想好看的话就必须搞成熟一点的发型 反正下次我打算劈头发 当然不是假的 他们 劈头发就会成熟 他们 他们那个什么了 刚才说B站 那些人应该腿本来就很细很长 因为像我 如果 就算拉了腿 也没有他们腿那么好看 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说换风格吧 就是在不同的风格之间跳一跳也没有什么关系 就不一定非要锁死在某一个风格上 反正就是可爱风或者稍微成熟一点的少女风也烧开的 就是 就是也也不算预解吧 就是那种稍微 稍微成熟一点 这也就是可以稍微换换风格 对就是有点那种甜酷的感觉 我就很喜欢那种甜酷的感觉 就是暗黑风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感觉又甜又酷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们那种衣服一般是黑色 然后上面带点粉色那种 晚上好 像谁 像我的V站头像吗 像就是 黑色 不是你的衣服吗 你的衣服为什么会是黑色的 像那个叫不念长安的 我可不 我好想说啊 我的天呐 好吧 明天投稿就是樱桃小关机 我居然忍不住说出来了 忍不住说出来了 天呐 天呐 我本来不想说的 完了 完了 你们会不会觉得没有期待了 是觉得我最近投稿 投稿频率太高了吗 对你们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什么都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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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可能就是为了暗示一下 明天投稿是一套小关机 你们什么都没有听到 不过不是这套衣服 但是可能是个帽子 我已经不记得是不是这个了 因为我有好几个长得很像的帽子 你们想看一眼 我有多少个帽子吗 就光这个宿舍里 还有我家里 我家里还有一大堆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帽子真的好多 谢谢逗他玩的水晶弹弓 爱童节快乐呀 而且我好多帽子就是那种 就不一样的颜色你知道吗 就是特别神奇 看这一个是之前去迪士尼的时候买的 就是当时跟跟娃娃插一起去迪士尼的时候买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 我之前也是录舞的时候带过 一个配睡衣的一个蓝色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 好像之前跳那个什么来着 你的女友的时候 这个也是跳那个 让我思考一秒钟 这跳什么来着 书记舞的时候 对我特别喜欢帽子 就超多 对我跟我跟娃娃插去的时候 但是我还没出到呢 这个帽子好像没怎么用过 因为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然后是一个跟刚那个版型差不多的一个牛仔的帽子 然后出现了三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颜色不一样的帽子 就是这个这个和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贝雷帽 还有个差不多的 对就这么多了 然后我还有几个鸭舌帽 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因为帽子真的是素颜神器 就是你在不怎么化妆 或者就是只是打了个底的时候 去戴个帽子就会让你变得好看很多 其实我觉得我主要是发型的问题 因为我实在是至今为止没有搞明白 我额头上的发型应该怎么搞 所以呢戴个帽子挡一挡 真的非常能够掩盖我的缺陷 然后可以看起来好看一点 上班肯定要裹的盐啊 不怎么让你们看到我丑陋的素颜 我觉得完全不化妆确实是不太好看 但是如果打一个底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比化全妆要好看 就是在我个人的审美里 但我觉得在别人的审美里可能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会比较喜欢那种 稍微精致一点 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种干净可爱的 但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 都不是很能get到这种审美 所以我平时公演的风格一直都是 就是妆容偏清淡一点点 但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这种风格 我素颜有一点肤色不均 然后我很黑 我是真的很黑 就是我素颜的话还有痘痘 然后哎不过其实化妆的时候痘痘更明显 主要是我真的很黑 其他都没有关系 就是我真的很黑 我我两个爸爸就是一个是我真的很黑 还有一个还有个是我眉毛只有一半 就是我后半段眉毛必须要化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眉毛只有一半 只有前半段眉毛 你说怎么会有人长成这样 那关键关键是我爸妈的眉毛都很正常 只有我的眉毛是这样的 其实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 我也不是眉毛只长了一半吧 我是前半段眉毛很粗 然后后半段眉毛很细 我觉得还有一种原因是 我爸的眉毛很粗 我妈的眉毛很细 然后遗传的时候呢 我前半段遗传了我爸的眉毛 我后半段遗传了我妈的眉毛 就会形成这样的效果 然后远处一看就乍一看 就会有种这个人只有一半眉毛的感觉 你知道高中的时候之前 人家对我说过什么话 就是突然有一天 有个人站在远处看我 然后就开始笑我说 哈哈哈哈张世音只有一半的眉毛 就真的绝了 就是我觉得我素颜的时候 就主要就是黑 然后再加上只有一半的眉毛 还有点肤色不均 还长洞 太无语了这个女的 我特别羡慕那种人家皮肤白的人 就素颜也很好看 但是我打完底就没什么问题 就是我五官其实不太需要 化太多妆 感觉我是那种化了太多妆 反而会觉得不是特别好看 这个皮肤黑护肤没用 皮肤黑是天生的 就真没用 这个主要是我爸比较黑 我妈很白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遗传了我爸 就特别黑 我妈我外婆都很白 就我外婆是最白的 然后 然后我妈是 化了一点卧蚕的气量 就是这边换了点其他 然后我在直播前 飞快的加了一条眼线 我整个人都长得像我爸 就是不管是哪方面都像我爸 可能除了说话语速像我妈吧 我妈讲话特别快 我爸讲话特别慢 其他都像我爸 我妈是讲话特别快 然后音量很高很急的那种 然后我爸是讲话很慢 然后 反正我说话就很像我妈 然后我长得就很像我爸 身高可能中和了一下 我爸一米一米七七 我妈一米五三 然后我中和了一下 算下来好像 那我比平均值还高一厘米呢 对可能因为他是老师吧 他还是英语老师 所以不能说话太快 英语老师一般说话 嗯 不过他教他们那边的学生 我感觉他们的那个英文课本都好神奇 因为我爸是直校的老师 所以我感觉就是 我不太能看懂他那个英文课本 就是那些单词我都不认识 因为他们是有专业术语的 他是讲那个 他他教的是那个气球专业嘛 然后就那个专业里面的那些术语我都看不懂 反正我看不懂他们的课本 那些专业术语就单词我都没有听说过 对就是职业语 怎么可能看不懂 organic chemistry 我们之前高中就学的这个 这个我倒还真能看看懂 但是我现在快忘了 物理化学的数学的英文单词 我是能看懂的 因为我们高中学的这几呢 gre太难了 我们考的不是gre 酒店管理那我确实看不懂 我能懂的就是数理化和经济 sat是去美国考的 我们不考我去加拿大不考sat 我们学的是a level 主要就是数理化加经济 天哪我们怎么又回到了这个话题 不行不能讲这个话题了 我只能每次讲这个话题就很无聊 换一个话题 我 哎呦已经12 已经12点半了 救命 再讲5分钟吧 今天我没有准时 准时下播 今天 今天没有准时下播 不行 我不能再这样了 再这样粉丝都跑光了 我不能再直播讲学术的问题了 谢谢王福来的棒棒糖 但我觉得之前就是 反正我感觉我比较喜欢的还是理科 怎么又又说了一句呢 天哪 就是我觉得我文科真的不太行 就我还是比较喜欢理科 其实我之前之前 那个化学啊什么的 学的单词好多都忘了 谢谢逗他玩的纸飞机 就是现在 我记得之前有计划学什么 还学就是学什么 double棒 single棒 就是双键单键 这种 那些东西我感觉现在基本全都不记得 毕竟大学没学 只有高中学 只有高中学 好 换话题不讲了 下一个 我们最后五分钟你们有什么想聊的吗 为什么我同学给我发了个图片 我不知道他发了什么 我画在脸上去看一看 哦我知道他发了什么了 应该是摩尔庄园 你们下摩尔庄园了吗 没啥想聊的就是说我好漂亮 那你也好漂亮 你们都好漂亮 哎呀那男生就不是好漂亮了 男生就是好帅 天哪 今天要多夸夸你们 因为今天被夸了的小朋友会很开心 今天给你们都发小红花 七点开幅吧 七点开幅吧我记得 我记得 好 你们也是好帅 都是好帅 你们夸我我这也夸你们 离上往来真不错 简称商业互狂 妈妈爱你那我是不是应该对称一下 爸爸爱你 在座各位都是我的儿子女儿 天哪一下子收获了好多的儿子女儿 对我在IOS 今天要给你们发六一儿童节礼物 作为你们的爸爸 今天会给你们发六一儿童节礼物 那就是祝各位 祝各位啥呢 祝各位天天都有巧克力和棒棒糖吃 祝各位天天都有都有 都有小偶像夸你们好看 你胖 嗯 反正我觉得我也胖 没事一起渐肺 谢谢小粉的棒棒糖 谢谢小粉的棒棒糖 哟哟 我明天发一个之前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的照片 之前七十光光还跟我说 他一直坐地铁坐过站 然后我之前就也是一直坐地铁坐过站 真的这也是犯罪偶像吗可能 就是特别好笑 我之前我之前坐地铁坐过站是什么情况 就这边有公开出行 这边有两个地铁吗 然后我当时是我就是两个地铁不是这样子 就是对着开的吗 我先坐这一个地铁 然后我坐过站了 然后 啊不 我实现发现我坐反方向了 然后我跑去对面的地铁 我应该往回坐嘛 然后我又坐过站了 然后坐过站了之后 我再跑到这里的地铁 然后我又往回坐了一站 就是有一天我大概在两个地铁 两个地铁之间来回辗转了 不知道多少次吧 就真的很无语 觉得自己也太蠢了吧 我在生活技能这方面真的不太行 我觉得我全部的智商都只能用于 就是什么学习这方面还只有理科 然后生活这方面真的不太行 我感觉我就是一个生活自理能力极其低下的人 就是什么动不动就坐过站啊 然后 然后动不动就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 我很喜欢钻研一些怎么说呢 就也不是钻研也不是喜欢钻研课本上的东西吧 就是我觉得你把一个题目摆在我面前 然后把一套理论或者一套公式什么摆在我面前 然后让我直接就静下心去想 我就觉得就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给我一个什么生活上是 比如说你让我今天 就几年前 你让我比如说让我去买个机票 或者让我去弄个什么酒店上APP下载一个什么东西 弄个什么东西 我的天哪 然后我整个人都没了 就太麻烦了 然后再比如说让我去坐个什么地铁 然后查个路线 然后怎么走路 然后我一路吃 然后再比如说 等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来着 我刚刚想说什么突然忘记 哦对 我那天MC那个讲六年龙节是 其实我本来是想讲一件事 但是我又怕讲出来 有人说我一些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就没讲 那就是我之前幼儿园大班的时候 他们当时让我 让大班的小朋友带着小班的小朋友一起去游园吗 不是他们有送那个券吗 就是每个人手上有几个券吗 然后让大班的小朋友照顾小班的小朋友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券 就然后带着一个就比我矮很多的一个小班 还不是小小班的小朋友就跟他一起 应该是小小班 然后就跟他一起坐 然后说姐姐会带着你一起玩的怎么怎么样 爸爸 然后我没玩好像就去第一个班吧 第一个班我玩什么 玩那个什么弹珠 在那个水杯里怎么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的 我不太记得了 反正就是在第一个班 我就把所有的券给弄丢了 我不知道我是丢在那个班里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小小班的小朋友 就跟着我 就一脸懵 就真的一脸懵 就我为什么跟着这个姐姐 我只玩了一个游戏 然后后面游戏我就再也没有玩到了 就这 我觉得他好可怜啊 天哪 他为什么会跟着我 我就是我这从小就是特别丢三辣四 就我当时我还安慰他说 没关系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我现在就想 就是我现在想起来还能回想起 当时那个尴尬的场景 就是我一开始非常自信的带着那个小那个小妹妹 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带着带着 就发现我们的票都没有了 然后关键是小小班的小孩 他也不太会讲话 或者什么也不太会跟我表达什么 然后我一个大班的大姐姐 我真的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就感觉自己好惭愧 我怎么能把票给弄丢了 不过我真的好容易弄丢东西 就之前小学去逛街的时候 我也是那种就是我跟我同学去逛街 然后然后我动不动 要么就是找的钱忘拿了 要么就是买的东西忘拿了 要么就是拿了买的东西没拿找的钱 要么就是拿了找的钱没有拿买的东西 然后有一天我还记得我特别骄傲的跟我同学说 看我今天买的东西 我看我今天就是我给他一百块 他找我的钱我都记得拿了 我这次没有忘记吧 然后我同学问我说你买的东西 就是 就经常丢三落四 就很无语的性格 对电子支付拯救了我 真的笑死了 已经已经有五六年没有碰过正儿八经的钱了 到到也不至于出国还是用钱的 当时出国的时候觉得太不习惯了 就高中毕业大学出国的时候觉得 我的天哪 为什么国内都在用电子支付国外 还要用钱和银行卡太窒息了 不过他们也有apple pay 但是那个东西好像并不是每家店都能用 所以也不是特别方便 出门一般还是得带卡 我收拾房间也不行 我这方面真的太垃圾了 就是我感觉我是一个毫无生活自理能力的人 现在也没有那么夸张 出国之后好很多了 高三的时候真的 高中的时候就不太行 出国之后就好了很多 所以想让一个人快速成长 还是把它丢在一个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环境下就可以了 多赚点钱请的阿姨 我不会做饭 但我会用电饭锅烧东西 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电饭锅 然后那电饭锅就是被我用来什么做那种 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很火那个什么番茄放在那个里面 然后把那个番茄搞碎了 然后跟那个饭混在一起就很好吃吗 然后再往里面加鸡蛋和玉米什么 那个我会做 电饭锅我还用电饭锅做过什么滑蛋什么那些东西 对在国外的时候 谢谢小粉的棒棒糖 祝你六亚儿童节快乐 我就是用那种很小很小的电饭锅 没有什么功能的 番茄牛奶 我拒绝做荤菜 因为我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看了那个荤菜在下熟之前的样子 就变熟之前的样子之后 我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就之前小时候我看我外婆他们搞那个虾 就是我感觉我看过了那个虾活着的时候的样子 我就吃不下去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必须只能看见他熟的时候的样子 我看见他活被乱跳的时候 然后我再看见他熟的时候的样子 我会 然后我就吃不下去了 没有啦没有啦 因为我买的是那种比较简单的 蛙也是 我不吃我不太吃牛蛙 因为觉得看着有点看不下去 但是我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 肉可能还好 对肉确实还好 主要是虾和鱼 我不能接受看到他们熟的时候的样子 不是会联想到人 就是会看见他 就是会想到他之前活蹦乱跳的样子 然后又想到现在他现在就摆在我面前的那个样子 就有点不太能接受 肉什么的话还好 对去吃烤肉就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不能接受那种火锅店 就是直接那种海鲜 就直接是那种活的 然后你直接把那个活的那个虾什么扔到锅里 然后再把锅盖盖上 那个我接受不了 不是不能吃鱼虾 是可以吃鱼虾 但是我不能接受我看见他活着 然后被烧死的那个过程 就是如果我看过他活的样子的话 然后我再看到他被烧死了之后的那个样子 我就有点吃不下去 对其实很多人很喜欢那种 但是我不太能接受 就我自己不太能接受 最佳 我知道那个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是感觉味道有点怪怪的 国外很多都是那种超市里直接给你一盒 不过其实我在国外还是点外卖点的比较多 点那种中国人的外卖 或者有的时候去吃食堂 然后星巴克也吃的很多 哦生牛肉我吃很神奇是不是 生鸡蛋我也吃 我不能接受的主要还是虾和鱼我感觉 生牛肉我之前跟我同学去日本的时候吃过 我有一年在香港做交换生 然后那年我跟我同学去日本玩了 然后 然后当时有一家店就是做生牛肉 我一开始特别拒绝 就觉得天呐这个东西怎么能吃 然后后来发现我天呐太好吃了 然后他那个生牛肉上面还会放那个生鸡蛋 然后可以就是拌在一起吃 然后有一次我在上海也找到了一家生牛肉的店 然后那家店当时我跟我爸妈一起去吃 然后他们两个一开始也是很拒绝 然后后来都吃了 笑死 不能接受鱼虾的南方人 能吃鱼虾 但是不能就是 就不能接受自己看着它从生的变成熟的 我真的好喜欢生鸡蛋啊 就是 就是那种寿洗锅里面的生鸡蛋 都蘸蘸蘸真的好好吃啊 天呐 我我还我好像还真的去过丘业园 我高中的时候 然后去过一趟日本 然后那一次我去了环球影城 和 和什么来着 应该是去了丘业园的 然后我当时反正买了很多那种 就是三里欧的东西 买入次生都没有吃过 我想想我去日本的时候 反正有去环球影城 环球影城还是我玩的最多的一个地方 我16年去了一次环球影城 19年又去了一次 就是高中和大学各去了一次 然后我打算 哎北京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开呢 北京真的感觉一直在画饼 各种画饼 等着 这说了我越开又不开 真无语 那个啥来着 我记得什么现在杭州 还有一个什么Hallokitty主题乐园 我也挺想去的 虽然我不太喜欢Hallokitty 但是我喜欢Hallokitty 他们那个公司旗下的很多其他的 玩偶 比如说玉贵狗 这个IP我就很喜欢 我也想去日本 还有玉贵狗 什么美乐蒂 然后库洛米 这几个我都挺喜欢的 还有布丁狗 但是Hallokitty 我觉得不是特别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吧 就长大了就 就是会有点觉得有点幼稚 虽然他们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时候喜欢他 所以长大以后我就会觉得 太幼稚了 就很奇怪 这个ID应该怎么读 谢谢Ludwig送的一个棒棒糖 L U D W I G 啊对 哈里波特出完 我不会读 对不起 哈里波特真的是很少说的 从小到小喜欢的东西 我怎么能讲这个呢 我觉得刚刚讲的那话直接被打脸了 因为 因为明天我 就不是明天了是今天 今天我还打算玩摩尔庄园呢 摩尔庄园也出啊 你们小时候玩摩尔庄园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还有什么塑尔庄园啊啥子 还有什么塑尔号啊啥子 小花仙也玩过一点点 塑尔号我玩了很久 塑尔号我从小学玩到了初中 摩尔庄园我也是 但摩尔庄园我 从我想想摩尔庄园我好像三四年级就开始玩了 然后玩到五年级之后我开始转塑尔号 然后后来又开始玩一会儿的摩尔庄园 对小花仙是女生玩的 功夫派 功夫派我觉得不好 就是看了一下那个熊猫的形象 我当时新出那个游戏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没玩 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同期出的那个小花仙 但我还是摩尔庄园玩的最多 因为其实我去摩尔庄园出黑森林的那段时间 真的是经典太经典了 就那个时候天天跟也没有天天 就双修就跟我的朋友们去黑森林团结 然后刚开始去 刚开始玩摩尔庄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爸妈他们双修只允许我 只允许我玩就是每天玩15分钟就特别惨 因为我视力不好 然后他们就只让我每天玩15分钟双修的时候 然后我15分钟里要做好多好多事情 就是要把每天的任务完成 然后我跟我同学约的是摩尔小草莓服务器 然后我们要去那个摩尔城堡的那个顶楼 它有个泡塔 就是你可以扔一个鞭炮 然后那个泡塔里面就会喷出很多的摩尔豆 然后我们每次就是每次双修都会约好去那边打那个泡塔 我也开不起超级拉姆 你们懂那种就是 因为我小时候我家里不给我 不怎么给我零花钱 然后尤其是他们特别反感那种 把钱用在网络上 然后当时他们就会觉得那种 网络上的那个钱花的都就是 就是都都不太正经 就会觉得不太好 然后我自己也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不应该把钱花在网络上 但现在想想十块钱真的没啥 谢谢我的小木屋送了一个棒糖 然后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 我们就 其实当时我是有钱的 我自己是有零花钱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会觉得 把钱花在网络上就是坏孩子 就是我就会潜意识里面 就不敢把钱用在网络上 然后我们之前都是去隔壁小学的那个 去隔壁小学的那个小店里面买那个秘密卡 因为我们自己小学对面的小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卖秘密卡 就是 就真的感觉买秘密卡 真的当时那个十块钱 你们懂那种十块钱买的来的那种开心吗 就现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种开心 就是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开心 就真的是 就是那个十块钱买过来的开心 我可能现在都能记得 就是拿到秘密卡的那一瞬间 是这辈子都不能再体会到的那种开心 就你现在你在游戏里刻金刻个几百块 真的没有当时拿十块钱买到一张秘密卡 然后把背面的那个卡号刮出来的那种 那种快乐的感觉可能一辈子也感受不到了 但是我是能记得当时那种感觉 就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小时候的开心好简单 而且当时充超级拉姆就可以有限定服装了 还可以有 秘密卡是一个月 是它相当于你可以开一个月的超级拉姆 或者你可以充同等值的游戏币 就那个游戏币也可以用来开超级拉姆 然后也可以用来买一些限定服装什么的 然后 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有那个龙珠 就是可以瞬移的那个龙珠 然后我还是很喜欢黑森林那一段时间 黑森林那段时间真的就 很好玩 做的特别好 然后还有什么摩尔骑士 我记得有一个 我感觉我从小就很喜欢玩那种卡牌类的那种 动就是意志类游戏 就当时有一个摩尔骑士 在那个前哨战吧 我记得就是打牌 我已经不记得怎么玩了 就是有什么火 火木土还 反正就是有那种打牌那种 有什么相生相克那种东西 然后 有什么极点生命啊 什么的 我也不是很记得 然后还有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做的任务就是什么摩尔职业 你可以当一个什么 记者 然后可以当警察 可以当什么什么东西 这样子 反正很好玩 然后我还记得我养拉姆的第一天 它是在那个盆栽里面的 然后 第二个形态就是第二天 那个拉姆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第三天会 也不是第三天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终极拉姆会变成这样 然后再加上两个小耳朵 然后我觉得那个形态的拉姆是最可爱的 然后高级拉姆是这样 然后上面再加一个小电风扇 然后超级拉姆是这样 然后再加三片叶子 就我还是最喜欢终极拉姆 我一般 我一般画画小时候 特别喜欢玩那种画画游戏 就小学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玩画画游戏 都是喜欢画终极拉姆 然后我记得之前还有那种 就是留言板就放在小屋里面 然后还有那种盆栽 就是那种什么友情 那盆栽 然后你可以有朋友过来浇水 我现在留言板上还有那种 很多我小学同学给我的留言 然后但是后来五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玩赛尔号了 就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就开始觉得赛尔号 比摩尔摩尔中也好玩 然后我们玩赛尔号的时候就是 你们有人玩赛尔号吗 如果没人玩我就不讲了 天呐没人玩讲就有点没意思 有人玩赛尔号吗 在线等级 我玩过一下下 就是你们知道之前 之前有一个有段时间出了一个什么 就我记得是先出的是普尼和盖亚 然后后来出了一个 不对先出的是雷伊和盖亚 然后后来出了那个普尼 就是有一个打那个一百层塔 然后还是五十层塔 我已经不记得 反正打到最高级才能跟那个普尼对打 那个我当时好像打到四十几层 然后打不上去了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挺难搞的 然后还有那个经验值 我感觉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就是每周会有个经验盒子 然后那个经验盒子会藏在 会藏在那个赛尔号里面的某个角落 然后一定要把它找到 然后找到之后那个经验盒里面 好像有一万多经验 就可以白嫖到很多经验 后来 后来还出了什么混合经历 就是什么把闪光 闪光皮皮和那个布布草混合在一起 会变成什么闪光布布 然后把那个有一个猴子 就是小伙猴他长大之后的那个形态 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 跟一个东西合在一起 会变成什么魔眼猩猩这种东西 就是好多融合精灵 我感觉那个融合精灵挺难搞的 对突然聊了很久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聊到了现在 还好你忍不起发电 笑死了 没关系就随便聊聊天 因为前面没有话题 所以本来我想找你一下的 然后突然找到了一个话题 我就想稍微聊一会 天呐你们真的都不玩赛尔号吗 我觉得赛尔号其实玩到后期 比摩尔庄园的可玩性更高 就是我之前还挺喜欢打那种 玩家之间的竞技场 而且感觉都是有技巧 就是每过一段时间他会出一个boss 然后我记得之前 之前 之前 对之前还有一个boss 叫什么哈莫雷特 那个boss还挺难搞 挺难打的 就是要几个精灵轮流打 我还去网上查了攻略 就反正是一定要几个精灵轮流打 不然根本打不死 然后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boss我记得当时 我打过了 然后我跟我同学说 我打过那个boss了 他还不相信我 我可难过了 那个boss好难打 打电竞 电竞那个我 电竞那种 就比较难一点的那种 端游 我一般都没怎么玩过 这种感觉还是男生 玩起来比较厉害 对我知道赛尔号有一次 还跟摩尔庄园联名了 是的 当时还可以通过一个什么传送机 直接在两个里面跳跃 我还是 我后来后期还是比较喜欢玩赛尔号 赛尔号是超能nono 摩尔庄园是超级拉姆 都是10块钱 现在相当好便宜 当时居然就觉得很贵 当时觉得根本不应该把这个钱 花在网络上 超能nono可以干什么 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还是觉得赛 我觉得摩尔庄园的巅峰 应该就是黑森林 然后赛尔号的巅峰就是 那个 那个什么赖者 融合精灵那段时间 夏尔号好像也没有十来年前 夏尔号十 有十年吗 我夏尔号一一二年左右的时候完了 超能是补充体力吧 我当时是我当时其实就是我感觉我们家是那种没有什么零花钱的概念 就是我一般用钱 我是问我爸妈要的 然后 其实十块钱讲实话 根本 那个时候也不算多 就我小学时候也不算多 但是他们就是觉得不应该用在网络上 那个是摩尔庄园吧 摩尔庄园我三四年级的时候玩的 但是赛尔号我是 六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玩的了 一桌二十零花钱 赛尔号出的比摩尔庄园晚 因为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是先玩的摩尔庄园 然后长大了一点才玩的赛尔号 然后就是比较适合稍微再大一点的孩子 因为他还是需要一些比较策略性的东西 然后摩尔庄园就更休闲一点 我记得摩尔庄园还有那种什么 玩 玩一个小时之后 他会强行要求你做个眼保镜操这种 嗯 赛尔号这么小就有了吗 不太可能吧 那可能就是我玩的比较晚 反而我大概是11年左右的时候开始玩的赛尔号 也不是防尘迷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防尘迷的 就是做眼保镜操 是我小的时候 我爸妈只允许我玩十五分钟啊 而且那个都是很久之前了 我后来我摩尔庄园玩到初中呢 我在后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总不见得他们一直双球在管我吧 我稍微大一点之后自由度其实还挺高的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最小的时候我还每天被要求8点半睡觉呢 我觉得赛尔号绝对绝对不是08年的 我反正我很记得 就是我很清楚的记得摩尔庄园是比赛尔号要早 摩尔庄园是08年4月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我玩的时候应该是08 应该是09年左右 我玩端游比较多 我最早切出的手游 那个 那个什么来着 愤怒的小脸要算手游吗 对洛克王国有一段时间 我们小学班里的男生都在玩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说洛克王国是超级赛尔号的 我跟他们说奥比岛是超级摩尔庄园的 我当时这种防抄袭是可强了 那个男生后来跟我道歉了你知道吗 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不是看哈里波特吗 然后当时我他还有一本书叫冒险小王子 然后那本书已经实锤的是抄袭哈里波特的 然后我当时跟那个男生说他特别喜欢冒险小王子跟洛克王国 我跟他说洛克王国是超级赛尔号的 然后冒险小王子是超级哈里波特的 然后他当时跟我吵架了 然后初一的时候他跟我道歉了 他说他懂了 他那个时候是不懂事 就特别好笑 他跟我道歉了 他说他也觉得那个是抄袭的 反正我觉得那个男生还挺可爱的 现在想想他 他小学的时候是那种很好玩的 就是小学的时候不是女生都欺负男生吗 然后坐我前座就是那种天天被我掐 就是天天被我欺负的那种 也没有真的掐他 就是那种开玩笑 不然又要有人说我 天哪七零同学 这种开玩笑的会大家之间玩 对你们是不是小时候都被女生掐过 就是小的时候男生都打不过女生啊 都会被女生掐过 不过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打不过男生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矮的人 小时候比现在还要矮 其实我在长大的过程中 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身高了 就是我是长得比较晚的那种 我小的时候更矮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班最高的男生都已经一米七八 一米八了 虽然他后来高中毕业也才一米八五 就很迷惑 我做第二排 我们座位又不完全是按照身高排的 有的时候座位会按照 视力还有学习成绩 比如说讲台旁边的两个座位 一般都是留给 我初中的时候还做最后一排呢 然后我刚说什么 对我们当时初一的时候 那两个男生都已经一米七八了 也不是两个只有一个 但他高中毕业之后还是只有一米八五 然后我初一进去量校服的时候 为什么为什么我那么清楚的记得我初一进去升高呢 是因为当时有量那个校服 然后当时我量出来 当时我量出来是一米四九 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 那个时候我自己在家里 我拖鞋量是量不到一米四九了 只有一米四七左右 然后我当时还很开心 就他把我量高了 但其实应该不是量高 就是因为校服要考虑到以后长高 所以会定做高一点 初一的时候太矮了 一米九七十多斤 我们高中班里也有 接近一米九吧 没有一米九 一米八几吧 也是一个男生 只有八十多斤 然后手瘦的就是像骨架一样 特别特别瘦 我记得我是初一的时候一米四七 然后到初二那个暑假是一米五 然后暑假过了之后是一米五三 然后到初二的那个 就是那个初二的两个学期中间的那个寒假 是一米五五 然后然后下个学期结束是一米五六 然后到初三是一米五八 然后初三就只长了一点点了 初三到高中差不多 高中那次量的是一米五七还是什么 还是高一的时候 然后现在一米六一 就这样 反正初一进去的时候真的很矮 但是很多女生其实初工进去都不长高了 因为一般早发育的比较多 然后很多女生就是初一三年 初中三年都没怎么长 男生一般长得比较多 男生好多就是有那种一个暑假回来 你就不知道他是谁了 就感觉一个暑假回来天哪 为什么长这么多 那你现在还是比我高 肯定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是高的那你就还是高的 我主要是我太矮了 我初一进去的时候 我以前小学的时候还去 就是有那种 幸华书店里面有那种量身高 那种就是一个什么红外线 从你头上这样打下来 然后再反弹回去 通过那个原理量身高的那种 就是我之前小学的时候 跟我一个好朋友 就特别喜欢去测那个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测一下 我初一进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就很像那种发育不良的小孩 太矮了 我 我一整个小学阶段都很矮 成功熬到你手机没电了 好吧 那我们真的最后五分钟吧 关键是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矮 但是老实会 就是反正经常会有人觉得我很矮 就很难过 六小时候摩尔庄业舰 六小时候我应该还在睡觉 不对不应该 我应该起床剪视频了 今天 今天应该会起的 明天起的比较早一点 然后早点把视频给剪了 然后晚上要发一下 因为过了今天就不是儿童节了 我就没有 我就没有理由去剪它了 我本来是想熬夜间的 但是我本来是想开直播开到十二点的 我等会还得去他们酒店拿一下那个东西 但是 但是现在已经一点了 我觉得我身材比例 算了不说了 说多了都是累 觉得自己挺高的到学校和同学一对比同学一般都多高 反正不远 反正 反正 反正我的身高是真的 就是从小到大都基本上都是全班最 但是 嗯 但是我小学的时候就是 从绝对的排名来看 小学的时候更矮一点 因为 发育的比较晚 然后 初中的时候 初中毕业之后 可能身高稍微能到那么平均的时候一点点 反正我自己的身高真的 要是能长高一点的话 要是 其实我就很后悔 我初二那段时间长得挺快 那段时间 我应该少吃点饮食的 我那段时间真的是 身高长得也快 体重长得也快 就很难受 谢谢小鱼气泡水的一个英文棒 我之前初中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 就是什么 身材 也不是身材 就是那种体检报告表 然后我当时是 体重还只有六十斤 然后 初二也差不多只有六七十斤 然后到初三直接到了九十 太无语了 不 但其实我觉得吧 就是胖瘦这个东西 其实跟青春期的体重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 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理论 就是说 你在减肥的时候 其实你减少的不是脂肪的数量 而是你脂肪的体积 就有的时候是脂肪缩水了 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体积变小了 然后就瘦了 但是你的 但是你的那个体重 就是你身体的脂肪数量差不多 就是你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定型了 所以如果你青春期吃胖了 你以后成年之后 就很容易很难瘦下来 然后如果你青春期瘦的话 那你脂肪数量就那么多 然后所以你以后吃胖了 哪怕脂肪体积变大 你也不会碰到哪里去 所以我就觉得我初二 为什么我手就 我就觉得我初二那段时间就是很迷惑 就当时 当时我们家旁边开了一 也不是我们家 是我从我学校到我家的那个必经之路上 他开了一家店 然后那家店是那种就综合型商场 也不算商场吧 反正就是那种超市 他里面卖很多那种零食 让我当时没有一丝那种卡路里的概念 因为我小时候是那种吃什么都吃不胖的嘛 然后就随便吃 然后他不知道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 就很容易发胖 然后我当时就买很多那种 就是有那种一桶的 然后是那个德福巧克力 然后它是那个奥利奥味道的那种 就是一桶那种数条的 就是你们在超市里应该也能看见 反正那个我现在也觉得很好吃 就是当时有时候就经常一桶一桶回家 买那种巧克力 然后吃特别多 然后我也不觉得有什么 然后我体重不是一直在长的 然后当时也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反正在长大 然后体重长的也正常 直到后来我发现 我在两个月内 直接从六十变到了九十 而不是六十 是七十变到了九十 然后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我还记得 我有一天跟我同学去文具店 然后我在跟他说体重的事 然后他跟我说他已经八十斤了 我跟他说我都九十了 然后他说 那不是挺正常的吗 然后我又重复里面 我说是九十不是八十 然后他正经了 对就是两个月 就每天都看着体重的在上涨 当然就超后悔 我要是那个时候不吃那么多 也许我现在身体里的脂肪没有那么多 可能减肥也会好减很多 我那个同学现在体重也跟我差不多 不过他比我稍微高一点 我小的时候是 就是他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 然后我小的时候是跟他就是一模一样高 就是每次我们一起出去玩 然后就会比嘛 就是基本上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高 不过他现在大概比我高了三厘米左右 一天吃了六七盒十里架 那是真的很溜啊 我的天哪 怎么做到的 真的不会腻吗 真的不会吐出来吗 六七盒还是六七根啊 盒装是那种一盒里面有很多很多盒的吗 我差点没有被惊呆 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是吃一顿突然就胖了 六七盒这个会吃那啥的 不过现在有肥摘快乐水的替代状 就是那种零度可乐那种就很OK 那种基本上不太会 那种没有卡路里就不会长胖 我小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卡路里的概念 是和吗 啊天哪怎么会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一定要看网课的时候一定要吃点东西 不然就不舒服 就是写作业看网课的时候一定要吃点东西 而且写作业的时候就是前面这种头发 我就测个前面就这样拔拔拔 就一定要把前面头发拔掉 然后不然我就很难受 然后导致我现在全是这种长出来的 就这些小头发全部都是 就是我之前写作业的时候 就是拔掉了 然后它又长了出来 然后现在就变这个样子 我就很难受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搞它 所以每次公演的时候 还得拿一个夹子 然后把它夹上去 不然全是小头发 太难受了 就很炸毛 之前就有人从旁边看我 就会发现我这边头发 全部都是一大厨一大厨 这种炸出来的东西 我眉毛也会拔 我眉毛和头发都会拔 天哪到底是为什么 是什么奇怪的屁号 写作业的时候一只手这样拖着 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是开始拔头发 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般这种都是在阅读作业题材 然后就会这个样子 还好我们都是用电脑打字 电脑打字 不需要用笔写 而且一般只有在思考的时候才会做这种动作 一般这二八点它是写了到 反而没有精力去分心干别的事的 而且我写作业的时候很喜欢吃东西 可能是从小两成的习惯 嗯我还有同学写作业的时候喜欢听歌 但是我听歌了我就写不进去 嗨一点十分了 准备关了 你们也不要太晚睡 不然我再开下去 你们睡得也太晚了 嘴上的小毛 这个已经有点过分了 这个不痛吗 这个会痛吧 大家拜拜 我要专门关了 晚安 让大家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谢谢王府来的玫瑰花 哦女生拔那个应该会痛的 因为男生跟女生还是不太 我不知道男生是什么样 但反正女生拔那个应该会痛 应该 反正我拔是会痛的 大家晚安 谢谢小的气泡水的一元帐 我要准备关了 晚安晚安 拜拜 拜拜 早点睡哦 晚安